中文字幕——YK 它们是军迷收藏最多的物品 每一件都寄托着别样的情怀 它们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又有哪些实际使用技巧 军事科技特别制作大战场上的小装备 敬请收看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 纵览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 说到手表 可以说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了 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件工具 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 手表的诞生和发展 却是与战火纷飞的战争行动 紧密相关的 手表作为时间的载体 不仅源于战争 而且逐渐成为了军用装备中至关重要的一员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手表的世界 去看看手表是如何参军入伍走向战场的 纪石钟表大约起源于18世纪中叶 但那时的体积往往比较庞大 搬动起来费时费力 大约150年前 曾有一些能工巧匠 想给钟表做一架缩身术 1868年 一家世界著名表厂 为匈牙利王竹夫人 制造了一块手镯表 外形别致 小巧玲珑 堪称世界第一块手表 然而在当时 这种手镯表 只不过是贵族女性的一种事物 男人则通常以怀表作为身份地位象征 因此这种手表的出现 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更不要说用于战争了 时光荏苒 当指针指向百年之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一个偶然的机会 却让第一块军用手表戏剧般地诞生了 那么据传说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前线作战的一名法国军官 他当时呢 在指挥作战当中需要看时间 同时呢 还要进行指挥 以确定呢 他的战斗进展到什么程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将怀表绑扎 固定在自己的手臂上 这就解决了呢 边看时间 边作战指挥这个矛盾 从而呢 顺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块军表正式的战胜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名法军军官自造手表的创意 被许多表将争相效仿 1918年 瑞士一个名叫扎纳沙奴的钟表将 经过精心设计 制造了一种体积较小 结实坚固的表 并在表的两边设计有针孔 用来装皮质或金属表带 以便把表固定在手腕上 于是能批量生产可以佩戴的手表 而军方就成为这种手表的第一订户 那么军表的真正发展呢 实际上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参战的各主要国家都为部队呢 配备了军用的手表 但这时候的军表呢 它的性能主要还是在通用性上 比如说一般的我们经常讲的 防尘啊 防水啊 防震啊等等 这方面呢 做得比较好一些 走时呢 更加精准 二战以后呢 实际上军表呢 随着局部战争的发展 仍然呢 在向前的推进 特别是在陆军 海军 空军 各个军种 兵种和专业部队的需求 不断提出的情况下 它的发展呢 是非常迅速的 伴随着 制表技术的发展进步 军表的功能性与适应性 有了很大提高 确保能够在各种环境中 都能准确的读取时间 除此之外 手表还有一项 人所不知的特殊功能 那就是指示方向 另外军表呢 还有一个辅助判定方位的 这么一个功能 比如说下午呢 2点40 那我们换算成24小时呢 它就是14点40 那么折半呢 实际上就是7点20 这样呢 我们在表的7点20的位置 在这个方向上呢 我们来对准太阳的位置 这个时候表的12点这个方向 指向的就应该是北方 我们知道 现代战争中的对抗性 表现出超强的实时性 作战时间的计算 已由以往的天时 发展为目前的分秒 可以说是争分夺秒 有人在研究几场局部战争后 得出这样的结论 海湾战争呢 为独时战争 科索沃战争 为独分战争 伊拉克战争 为独秒战争 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从发现敌人 到发射导弹的时间 已经开始用秒来计算 这就说明战争计时 开始越来越精确化 由此可见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 坚固耐用 计时精准 稳定可靠的军表 不再是一件 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而是一件 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当贝瑞科恩得知 瑞士有一种 独特的照明技术时 直觉告诉他 如果将这种技术 用在手表上 肯定有很大噱头 因为手表在夜监查时 从来都是一件 令人很头疼的事 而且无论是哪个冰种 都离不开在黑暗条件下 读取时间的能力 因此 他迅速将此项技术 用在手表上 并注册了品牌 鲁美诺斯 以为明亮的夜晚 同时 他的商标也采用包含黑白红的三色盾牌 及红色边线来突出强调该腕表完美的照明系统 于是世界上最耀眼的军表诞生了 他最大的特点是为了适应海豹突击队 能够遂行陆上 海上和空中三期作战 因此他采取的材料 是超耐磨的 符合性材料 当然了 他的夜视能力也非常强 也采取的是穿光源的技术 寿命可以达到 不用其他的 借助其他的能源 可以达到25年 另外这个手表 为了适应水下的作战 它的抗水压的深度 已经达到了200年 所以深受美国海军 特总作战部队 海豹突击队的喜爱 不像传统荧光表 鲁美诺斯菌表 不需任何外部光源 为表盘或纸针上的涂料充电 它是将寒川的特殊发光性气体 填充至微小的彭酸玻璃管中 经雷射密封后 再置入美之手表内 在绝无放射线外泄的情况下 产生稳定持续高亮度的光源 在使用蓝宝石作为表镜 从而充分有效地吸收和阻挡 有害射性 美之手表的表面 特别加注了T25标识 表明放射性属于安全范围 这种技术使得鲁美诺斯的照明系统 使用寿命长达25年 正是这种强大的光芒 使鲁美诺斯军表 能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大受美军青睐 他们是士兵随身携带的小装备 看似不起眼 却在战场上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们是军迷收藏最多的物品 每一件都寄托着别样的情怀 他们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又有哪些实际使用技巧 军事科技特别制作 大战场上的小装备 敬请收看 从独时独分再到独秒 战争节奏的加快 迅速把那些成本低廉 精度一般 功能单一的军用手表淘汰出局 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高质量 高精度多功能的军用手表 而在世界一流的军表大家族中 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中国军表的身影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实地见识一下 中国制造的优秀军表 看看他们都有哪些独到之处 那这些表是属于军表 这些表不是军表 这些表就是一般的民用表 那咱们就是一般意义上 军表是指什么呢 军表呢 是一般的作为两大用户 一个是作为军队活动 做的纪念款的 还有一款呢 就是作为军队作战 使用的一个功能性的表 这样的表 就一个功能感觉很全很复杂 一个就是很简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这款表呢 是一个比较直接用途的表 这款表呢 是双时区表 双时区呢 一般的作为军队的来说 一个叫作战时间 一个叫天文时间 那么现在这般作战 作战呢 不管军队 你直接参加战役 或者不参加战役 但是对另外一个时区 是有需求的 比如说另外一个时区 这个 叫它时间是什么时间 所以这款表呢 是专门设计了两个单独立的 这个机芯 来指示不同 不同这个时区的这个时间 这个复杂的这一款表呢 是这样的 这个表呢 叫多功能的这个军表 它呢 就可以指示 用指针式的 比较直接的指示出 高度 直北 和这个 气压 这都可以 所以这款表呢 作为就是军表的 多功能性的 这款表呢 这样的表 各区所居 各区所居 一个是功能特别全 一个是功能呢 就是说比较直接 特定功能 就是我 我就另外一个时区 是什么作战 是一个什么时间 在一部讲述二战的电影 《兵临城下》中 有这样一段情节 苏军狙击手瓦西里 佩戴了 没有经过防反光 或压光处理的手表 在阳光的照射下 由于手表暴露了它的位置 而差点遭到对手的狙击 由此可见 不同的专业兵种 对军表的设计处理 有着不同需求 必须针对它们的使用特点 适应不同环境的 差异化处理 如果说狙击手佩戴的军表 偏重于隐蔽性的话 那么海军潜水兵 所使用的军表又该注重哪些呢 这个地方是彩色的有一段 为什么会有一个彩色的设计 这款表也是作为军表里面比较典型的 它是海军的重潜表 海军的潜水表 一般的潜水表 它潜水的大概30米 100米 这款表是潜水300米的 这个颜色它是只是潜水时间的 它定一个潜水时间的 到了这个时间 对潜水员有一个参考的时间 那它这个重潜能潜300米 水压这么大 它如何能保证这个表盘 它不会损坏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这个潜水表 它在潜水300米的时候 它的气压和潜水员升上的 这个气压反差的非常大 所以在表的设计的结构上 不管从结构上 它的表盘是玻璃的 而且它这个玻璃的厚度 和这个金属表壳的这种结构 是要非常的设计 另外它还有一个 一个很大的这个技术的难点 就是说因为在潜水的环境里 潜水员用的是 氦和氮的这种气体 这种氦的这种气体 它是会渗透到金属里面 进入到表壳 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它会进入到表壳 但升起来的时候 如果反差大 这个气体出不来的话 这个表就会损坏 那么这个就有一个 专门的这个 专门的这一个装置 在这个位置 你看 这个位置有一个专门 氦的放弃法 所以用这个技术来解决了 这个表在压力反差大的时候 解决它不会损坏 这是这个表的一个 特别之处 另外这个表还有 你看这个颜色是灰颜色的 实际这是钛金属的颜色 钛金属是一个 第一是比较轻 第二它耐腐蚀 它在水下 比如水下 就是水下的这种环境 它不是中性水 所以它会有腐蚀的这种 之所以一定要钛的材料 那么 所以在表袋上设计就是水 就是这个海军和这个特种部队 都是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 针对特性设计 对对对 潜水用军表 是工军队专业潜水员进行深度潜水作业时 所使用的精密计时器 具有强大的防水与抗压能力 除此之外 潜水军表还需要有哪些特异功能 才能经得起深海压力的考验呢 那就是水下由于呢 试剧呢 不凉 因此呢 在读取时间的时候 通常要求它具有强烈的夜视技术 也就是夜光的能力要比普通的要大得多 像目前呢 我们采取的最先进的第四代的夜光技术 它的亮度呢 也就是它的夜光的亮度 可以达到普通的夜光亮度的100倍以上 这个表一碰就 为什么一碰就亮了 这个表呢 是在传统的表 这近几年发展起来的 叫触摸屏的 它跟一般的 不是说用指针式啊 或用那什么 这个本身表玻璃呢 就是一种显示器 其实这个表呢 是跟这个鞋相关联的 跟鞋 对 这个表呢 现在呢 就是手表现在发展到现在呢 就跟数码穿戴呢 现在联系的比较紧密 因为数码穿戴 其实发展起来 也是从手表开始的 所谓的穿戴呢 实际呢 这个鞋不是一般的鞋 它在鞋里面有一个金属的探测器 金属的探测器呢 当工兵或者作战人员 穿上这双鞋 走到有爆炸物 或者你脚底下的 视觉看不到的这种 埋藏的这种 比如金属啊 或者爆炸物的时候 它在手表上就会显示 哪个方位 在什么距离上 它有一个金属的东西 而且它会用声音报警 所以这个表呢 是在特种部队 或者是在工兵 在排雷 在雷区 在这种特种用途下 是一个非常先进 而且非常实用的一款 数码穿戴 数码穿戴的手表 那这种数码穿戴 这种设备 是未来的一个手表 一个发展的区域 对 军用表的 不光是这个数码穿戴 这个手表呢 实际呢 现在应用的场合呢 比较多了 比如它对温度啊 技步啊 然后技术啊 还有其他的这些 它其实利用了 现在新的这些技术呢 把很多 比如手机上的功能 做到手表上 传统意义的手表 基本上是以 技时为主 但是数码穿戴呢 就集中了更多的 其他的信息 电子信息 和其他的信息的 这种集合 所以叫数码穿戴 在未来 这个手表的发展 趋势是越来越多元化 对对 不仅仅只是局限在 技时的上 对 对对对 历史为我们记录了过去 也启迪了我们的未来 军用手表 起始于民用手表 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粗质到精密 从笨拙到时尚的 漫长发展过程 而在不久的未来 军用手表 将不仅仅满足于 即时功能 而是一表多用的 高科技装备 未来的发展呢 它也会随着 作战的需求的 不断提升 和制表技术和材料的 发展而继续发展 那么未来呢 战争的形态将发生变化 也就是将会进入 信息化战争 那么相信军表呢 也会插上信息化的翅膀 而具有更多的 信息化元素 比如说呢 将来的军表 与卫星定位功能结合 那么就使得佩戴者呢 能够随时地 掌握自己的位置 那么如果这个能实践呢 也可以呢 达成一定的 敌我识别的能力 因为在未来的作战当中呢 敌我交织 有可能使得识别 成为很重要的 一个因素 以防止呢 脊方的误伤 兵法云 机制位置 不可以先 机制已至 不可以后 那么这句军事名言 所强调的是 作战时机的重要性 现代战争是 诸军兵种 一体化的联合作战 参战力量多元 作战空间广阔 各种力量之间的 联合行动 更多的是依靠 在某一时间点 或时间段内的 精确协作来实现的 因此 从指挥员到单兵 从空军到陆军 每一位士兵 都拥有一块 制造精良 走势准确 坚固耐用 防反光 强夜光的军用手表 这支部队 或许才有可能 真正达到 行神兼备 行动同步 从而成为 有机的作战体系 最大限度的发挥 整体实力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 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央视军事科技 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17年中国的军事舞台 令世人瞩目 国防科技领域 更是成绩斐然 在这其中 有哪些武器装备 高调冲场 惊艳亮相 又有哪些军事大事 被受关注 夺人眼球 军事科技 连续特别节目 点灯 2017 武器装备 大看牌 我们一起回复 2017年热点军事事件 谈点 2017年最具影响力的 武器装备 敬请收看